你說他從頭到尾 這個記者會講了什麼 我其實聽了前面兩段之後 我就把那個蓋掉了 他從頭到尾就一句話 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 第一件事情 人家問他說 你這是不是有抄襲問題 他怎麼回答 他說學術論文什麼什麼 這個跟學術論文不一樣 我們這是商業應用 所以沒有抄襲的問題 人家明明跟你簽訂了 一個相關的合約裡面 就跟你說要比同學術論文 相對的那個等級 來進行這個嚴謹度 來進行這一次的一個研究計畫 結果你現在卻說 沒有沒有 只有學術論文才有抄襲的問題 你拜託 你還拿5736萬 人家其他的做自己的一個研究 有拿到5736萬嗎 人家的學術論文有5736萬嗎 你拿錢還要叫給你錢的農委會 自清什麼 把所有東西弄清楚 錢是你跟洪基拿的 不是應該你要負起這責任嗎 第二件事情 到底有沒有抄襲問題 他舉了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 他說我們這個報告在做的當成 過程當中 有很多評審委員跟我們多指教 難道那些評審委員 都看不出抄襲嗎 所以句實在話 要不要抄襲 是你應該負責 而不是要評審委員 替你揪出這個抄襲的問題 張翰正是拖太久 真的 你看從週刊開始講 應該我如果沒記錯 應該是9月2號到今天已經整整 差不多20天了 那他付出的代價是什麼 他付出的代價就是他的民調 被鄭運鵬追上 不管鄭運鵬是領先還是平手 還是稍微落後 但是基本上民調就是被鄭運鵬追上 而且兩個人現在是幾乎是平手的局面之下 然後你現在好被逼得出來開記者會 然後今天的記者會表現 我個人是覺得那不如不開好了 因為你開了反而三共四老虧 再來這件事情要拖這麼久 代表張善政跟他的團隊 對於整個危機處理的能力 是完全不及格 因為這個事情並不複雜 如果有 我幫張善政講過好幾次說 計畫主持人不會自己寫 因為他底下有十幾個研究員 一定是這些研究員寫的 甚至研究員在轉包給公讀生寫的 那你就把二十幾千 應該也可以問清楚 因為當年那些研究員 一定都有聯絡 你問清楚了之後 你就誠誠懇懇 如果真的有抄襲的情況 你就跟大家道歉 然後就講一句話說 這個事情我來跟宏基研究 如果有違反合約 我們願意照合約的精神來處理 這樣其實大家也就沒什麼好討論了 可是你的危機處理能力是 閃躲 閃躲 再閃躲 然後開始轉手為攻 可是一般來講 轉手為攻是當你的防守 已經無懈可擊的時候 你才能反攻 結果你的防守還全部都漏洞 你開始去攻 結果露出自己更多的破綻 所以我一直在強調說 你從這個張善政跟他的團隊 處理這個議題 研究報告這個議題的能力 你就知道 這個人適不適合將來當桃園市長 因為你當一個一市執長 特別是直轄市的市長 你一天要處理多少事情 你可能每天都必須要臨時下一個決策 如果每件事都拖那麼久 桃園市的市政不就停擺 桃園市民多可憐 今天一件事情要等市長要等20幾天 然後做出來決定還不一定對 所以我覺得你光從這件事你看出他的能力 真的是有夠差 雖然他學歷很高 然後這個也當過行政院長 但是目前看起來 他的能力真的不足以因應 作為一個直轄市長 所以你今天付出的代價 就是你的民調會不會追上 然後大家重新去評價 你這位桃園市長的候選人 到底適不適合當市長 所以張善政 接下來你不要以為今天記者會開完 事情就結束了 還沒有結束 因為你現在講的越多破綻 你又承認了自己有抄襲 那你們當時怎麼講林志堅的 誠信比做人重要 誠信比政治前途重要 那張善政你有誠信嗎 那你要不要比照林志堅 也宣佈退選呢 很多人在很喜歡 在拿林志堅來做類比 包含高雄安這人也在批評林志堅 問題是林志堅 不管他的最後的確定 他論文有沒有抄襲 他已經退選了 那張善政 高雄安 你們兩個人要不要比照林志堅 也一樣是退選了 第二個問題是說你有沒有什麼貢獻 他今天剛剛我們看記者會上 他有一個很大的背板上面 秀出了QR Code 他說農業電子灣的QR Code 是他的貢獻 好 這個是我在農委會的網站上找到的 我有引述消息來源 沒有抄襲 這是我們大家現在很熟悉的QR Code 我想很多朋友去買東西 大概都會去掃這個 真的很方便 你一掃哪邊種的 什麼時候採收的 清清楚楚 好 這個QR Code的 這個出現是什麼時候 大家請注意看 2006年的9月19號 張善政的報告什麼時候開始寫 2007年開始寫 他說這個是他規劃的 所以你回到過去 2006年農委會已經在做的東西 這個是印在農產品包裝上面的QR Code 這是2006年 你2007年才寫的計畫 而且你2007年的年度結案報告計畫 是在2008年5月27號才通過 你告訴我這個是你規劃的 你不太厲害了 你跟高航安一樣 在Modem發明之前就會撥接上網了 張善政今天提出來的唯一貢獻 已經被印打架 你唯一的貢獻就沒有 請問你還有什麼貢獻張善政 你可不可以跟我講 你還有什麼貢獻 QR Code的其實之前他的律師 就已經不小心漏了口風 說這個電子化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去找這個資料 就因為證明這不是事實 好 你花了5736萬 你的研究報告有抄襲 然後你對農業的貢獻 你講的唯一的QR Code的 就竟然是在你的報告 開始做研究之前就已經有的 你告訴我這是你規劃 請問張善政 你還有臉記去選桃園市黨下去嗎 你這個人不只 第一個沒有誠信 第二個你完全連能力都沒有 第三個你危機處理 真的太糟糕了 怎麼會處理成這個樣子 處理到現在 連很多國民黨人都看不下去說 怎麼這麼好好的比賽才會 所以我覺得張善政 你今天這個記者會 我們真的非常有幸 連續兩天 昨天高宏安今天張善政 看到兩場災難等級的 這個記者會 我覺得這個記者會的本身 對他們選情造成的傷害 可能比他們被指控的內容 還要更大 你要召開記者會是什麼 就是要化解誤會 化解糾紛 而不是製造仇恨 你出來開這個記者會 誤會沒有化解 互相之間的這些猜疑沒有化解 你反而是講說誰貪錢 哪個黨貪錢 哪個黨要政治破壞 這樣不對的 這樣子會 這個你不但解不斷 理還亂 會讓這個誤會越弄越深 你必須要開第二次第三次 那就變連續劇了 你就很辛苦了